今天要讲的东西很有年味 年 对啊 有 即将快要过什么 虎年 虎年 是老虎 虎年 虎虎车风 我们先可以跟大家聊聊 谁在过虎年 因为虎年 你看就问一个美国人说 啥是虎年 他们过新年 谁在过农历年 其实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不少国家也在过农历年 我今天又穿黑的了 对你又漂浮在 对啊 只在一颗头 像你好妖怪什么 刚刚就还讲两次 哈拉西亚很棒的事情 非常的好 是的 好 我写的是新加坡 诶我写新加坡 那你是去南韩 我南韩有过农历年吗 对我跟你说 南韩人过农历年 就是某一年的 楚西我想 我跟朋友们想说 我们不要在台湾过年一年 就是被家长问问 奇怪 懂哦 对 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 即将要被问 对就一起出去玩 我们就选择去 南韩 南韩 对然后我们出西 西业几乎无食物可吃 南韩是过 真的 他们过除西业 他们过那年初一的 很有趣 哦 原来如此 是的 旧的说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 过年会被家长问什么 各种问题啊 我跟你说 有些家长很爱问什么 差点分白业务 亲戚会问说 你薪水多少啊 哦 真的好 真的 蛮实力的 我跟你说就是亲戚 真的会问很多 就是你知道就是 长辈们 他们问题都非常的直接 我以为 问年终奖金 OK啊 不是不只你薪水多少啊 你房租多少钱啊 房租 是不是 等等 这次亲戚问的 意思是要帮你补贴吗 没有啊 不然我问什么啊 对啊 我跟你说我真的遇过 这种亲戚 然后呢 就很尴尬就是 那你包给爷爷奶奶 多少钱啊 之类的 我跟你说你回答了之后 你反问他们 他们不会讲的 不会 对啊 所以 各种问题好烦 哎 希望大家下周 不会遇到这种状况 好 但是如果 年过去之后 无论 无论这个年 接下来年是好或是坏 但是其实我们都希望他可以是好年嘛 嗯 有些年后早上要干嘛 你知道吗 嗯 转职 有没有哪个年后有转职的 特别是 不知道大家今年的年终奖金领的 如果 哎我现在这样子问了不就跟那个亲戚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没有人领四十个月的 因为有些很有趣的工作 其实你不一定会想像 就是你不一定会想像得到 而且他们工作其实不错 薪水又很好 嗯 像是 小编编的几个有趣的奇葩工作出来 哦 好 来看看 有个职业叫做人臭师 对 不行 真的我不行 这我真的不是 但他们要闻什么 好 臭鸡蛋的味道 或者是这个东西有没有梅斧味 就是你要你要泡 光是用鼻子 我觉得有些人就品酒 你可以就是品出那个酒是 譬如说什么 葡萄干的香气啊 或者是木头的香气啊 巧克力的香气啊 那闻臭师就是你要用鼻子 闻出来是哪种的臭味 譬如说就是臭鸡蛋味啊 或者是 原点味 满必要的 你可能在特别 对一些特殊的产业 譬如说你想要确认 他是不是有过期 他是不是新鲜 对 可是这里是要有一个训练 真的有人有闻臭师这个职位在哪 中国北京上海重庆沈阳 都有这个职位 美国英国和来比例 日本也有这样的职业感味 可是我觉得 这个好挑战人性哦 就是大家通常都会避免闻到臭味 但是他们就要专门去闻臭味 对 其实鼻子柯里你也可以当闻香师啊 你也可以去 就是为什么会去当闻臭师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非常的特别 我觉得闻臭师应该寻手也在更高一点 应该超高 更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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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